我只是希望说 只要这个是第七 就是说呢 它一到七名 就帮我把前面这个数字的底色 换成黄色底色 有点像这样 我就把它标注一下 这个是 然后这个也是 把它换成黄色的 然后这个也是 不过你如果用眼睛看的话 每个这样慢慢标注 其实很 其实很花眼力 而且很容易做错 那我发现其实职场上 还是有很多人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事 当然很容易就造成 就是说 当然你一定效率不好 而且很容易做错 比如说你给老板 老板说 奇怪怎么 是做出来了 可是怎么这么慢 要不然的话怎么做错了 OK 所以有没有什么 比较快的方法 当然有 第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做出一个按钮 就是自动帮我格式化 要该怎么写 那不过自动格式化 当然你也可以用 E-Sale里面的功能 不过我是建议 你干脆就写VBA算了 那怎么写 第一个开发人员 点开来之后 Visual Basic 那以前我们写过 第一件事情 一样 请你在这边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 反正写VBA之前 一定要先插入模组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也许叫什么 我希望做格式化 OK 那格式化就是把 只要是那个 它的名次是小于 等于7的帮我做什么呢 做 加个底色好了 底色变黄色好了 OK 加个名称叫格式化 对一个什么呢 对一个Sup 按确定 然后姿态小 先工具选项 把那个字稍微放大一下 把它放到12号字吧 OK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做出像刚刚这样的效果的话 第一个 我们应该的逻辑是这样 帮我把这边里面的排名 有没有 只要是小于等于7的 就把它同一列的A蓝的底色 改成黄色 诶 程序该如何写 其实程序只要 应该五行就解决了 第一 两行是回圈 两行是逻辑 一行是做底色 那写的方法我写给各位看 其实前面都写过了 所以你慢慢要熟悉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我要找的资料从第二列 到第43 因为它42个号码 加一个栏位 就刚好43列 NAS OK 范围先决定 我要找的范围跟他讲 从第二列到43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 逻辑判断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这个储存格就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因为它先抓2 抓3 一直到抓43 逗点 到哪一栏 哪一栏 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抓 这个26先来这边判断 判断是不是小于等于7 有没有 如果小于等于7 然后 然后做什么呢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if 那有EF就Endif 反正这个是开头 这个是结尾 然后Fall的话 这个开头 这个结尾 Sub也是开头结尾 所以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结构 结构化的一个形态 OK 然后按个Tab Tab就说如果它里面符合这个条件的 那做什么 帮我把它的同一列的A栏的底色 所以同一列的A栏怎么改 其实把这个同一列的A栏 把这个复制过来 同一列的A栏就这样叙述 同一列的A栏的底色 底色应该还记得吧 底色嘛 就是Intel Intel Color 所以打一个Intel Fallie O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还有影响吧 的颜色 就点什么 点Color 等于什么呢 黄色 黄色还记得吧 RGB嘛 就是把红色加绿色 红色是R嘛 R就最多25 然后绿色的话也是25 那没有蓝色 0 后瓜 好 程式写完了 这样子呢 你如果把它跑完之后 它的所有的什么呢 只要是小于等于7的 那个底色就帮你加了 所以我把这个程式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看一下 有没有 12、21、33、34、39 全部OK 那再来帮我写一个复原 那复原的话就是什么 格式化把它清除 OK 所以格式化怎么再清除回来 看一下 我云端上面是 清除格式化 OK 那怎么把格式化清除 一样把这一段程式复制 那前面加两个字好了 然后叫清除格式化 清除还记得吧 我们记得我前面有 好像真的没讲过 清除的话呢 这特别的interior color 就底色 把它恢复的话呢 记得哦 它的颜色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记得哦 就是没有这X 在Excel里面Excel Excel 然后开头 没有就None Excel None就OK了 好 没有颜色就是Excel None 没有颜色 我们试一下 把它清除一下 格式化清除 芝芯 所以复制过来 只要改这个地方 有原来颜色的黄色 变成没有颜色 芝芯看看 看一下 有没有 12又恢复了 这个颜色都拿掉了 OK